8月3日,加拿大摇滚小魔女艾维尔现身广州为自己代言的某饮料主题派对展台宣传,一身黑色朋克装的摇滚小天后千呼万唤才出场,而当艾维尔在台上接受采访时,记者意外地发现其新婚老公克罗格的身影,克罗格十分低调地站在角落一刻不停地看着台上,而当克罗格发现有镜头对准自己时,自己就先行匆忙离开了现场,不愿抢了爱妻艾维尔的风头。 最近有媒体曝光了一批艾维尔度蜜月期间身材走样的照片,随即凤子成婚的猜测便扑面而来,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了爱情的滋润,艾维尔的身材是比之前较为丰满,脸颊也都是肉肉的。 不过在当晚的演出中,艾维尔在台上又蹦又跳,还跑遍全场卖力演出,似乎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打破自己怀孕的传闻。 不管有没有怀孕,艾维尔都是勇敢做自己,一首新歌拒绝长大也再一次见证了艾维尔的超高人气。 音乐 这并不是艾维尔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每一次艾维尔所到之处都能够刮起一股摇滚小旋风。 为了回报中国的粉丝们,艾维尔也在积极筹备明年中国的演出。 当晚,极限潮趴,艾维尔我敢创主题派对还醒了台湾创作才子吴克群的亲情加盟。 将军令,男佣,为你写诗等一连串筷之人口的歌曲也直接嗨翻全场。 我知道会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应对,我知道对我做我自己的能源,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爱我和我,随便你,爱我和我,随便你,爱我和我,随便你,爱我和我,不要我的不想我自己。 爱我和我,随便你,爱我和我,随便你,爱我和我,随便你。